什么?48分?这卷面总共42分 你让我考48分怎么整? 看来必须每道题都要超一分才行了 不怕学霸考满分,就怕学霸会空分 我精准的空分,获得了参加国际套数比赛的资格 在比赛的前一晚,一个外国选手找上门来 请问你找谁? 我找文睿 周董,放他进来,关门 怎么?来找茬 我没有,你这是武力威胁 我会告诉组委会的 威胁,我在房间里打棒球,有问题吗?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毕竟作为东道主,还是需要欢迎的 来找茬的吧 没有没有,你们要是数学不会的,可以问我 就凭你吗? 你手上拿着啥题,给我看看呗 给他看,没事的 文睿,你干嘛挂机啊 没事,有个小卡拉米响过来投题,我们继续 随后他拿起题目看了起来 乍一看很简单,但是却总感觉怪怪的 然后他就开始计算 三十分钟过去,他一脸绝望 你这道题怎么出的?为什么?我算不出来 菜就是菜,别找理由,我们要休息了 还有,别出去乱说,你要明白这是规矩 哦,我知道,我不会乱说的 但是你们老师,会允许你们做这些题目吗?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我想知道,这道题的答案 你解不出来,因为你想到了高等数学,有别的方法的 不能,我做了无数的题目,这种题型,我没见过 嗯,没见过正常?算了,和你说也没什么 出赛结束,基本大家就知道谁才是大魔王了 文睿出了很多题目,比这道题还难得有很多 加油吧,和文睿一个时代,我其实挺同情你们的 这两个人,一个二十二分,一个二十分 也就是说,这是华夏那边最菜的,最菜的人都可以出题了 甚至可以给出这么难的题目 那其余两个人,是多强,不行,不行 如此重要的,讯息得压着 不能乱说,绝对不能乱说 否则会影响自己队友考试的心情的 老师你睡了吗? 没呢,怎么了? 今年的数学,你怎么看? 你知道什么消息吗? 就目前,我知道的人才很多 美国的捷克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并且自己的文章,曾经三次入选了科学的必选阅读项目之一 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在刷题,而他们已经在研究学术了 对吗? 对于国际的赛事,这些人真的没有放松 但是我们这边,两个二十分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带着? 你真的觉得,两个二十分我会看中 那是为什么呀?那个周董我还比较看好 这孩子毕竟愿意学,那个文睿,我看不懂 这孩子完全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如果你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说了一个公式 结果你五分钟就领悟了 那么,你还需要继续听讲吗? 我不会,我会选择做别的事情 嗯,那如果老师不允许你做别的事情 你是否会转移注意力,是否会给人一种很轻浮的感觉? 肯定呀,但是没办法 我会了,我能怎么办?你又不让我学别的 我只能分心,做别的了 你是说,周董,其实都会了 不是周董,你回去吧,考试就知道了 放心吧,会很有趣的 第二天一早 每个国家选出来的高中族最优秀的六个人 都在考场外严正一代 这个城城专性呢 我还以为这家伙会和文睿争吵 想多收发的名单呢 怎么现在乖乖的帮忙拿水 不知道,估计是自暴自弃吧 算了,我们四个人努力吧 应该可以把团队分数拉起来的 现在大家可以进行解答了 考试比较松散 时间为四个半小时 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考试的时间 丁,请速主控分48分 什么,48分 这卷面总共42分 你让我考48分怎么整 看来必须每道题都要超一分才行了 旁边的赵明天拿到试卷后一脸蒙圈 第一题,巴拉巴拉巴拉 赵明天脑海里面出现了不会两个字 第二题,他还是不会 而我又打起了哈欠 就这,你在逗我吗 算了,既然本着超分去的 那么很简单 多写几个证明过程就行了 连续写了三个算法之后 时间才过去15分钟 其他人已经焦头烂了 大概在一个小时的时候 老师,我想交卷 老师过来看了一下我的试卷 然后就让我离开 这卷子,算了,难为这个孩子了 不对,这卷子不太对 有什么问题吗 刚刚这个孩子,好像第一道题 这个少年用了三种算法 不对,每一道题都用了三种解法 恐怖如斯 简直恐怖如斯啊